0403 強振重重花蓮 5月天特地舉辦公演演唱會 11月1號將從高樓出發 一連三天唱到花蓮玉璃和東大門廣場 並攜手14組超長卡斯 期盼透過演唱會振興花蓮觀光 當地業者樂開懷 舞迷們也等不及 台鐵21號也驚喜宣布 加開10個列車班次 包含11月1號樹林往花蓮區間快車 11月2號分別往台東和玉璃班次 以及10月1號到3號花蓮到新左營 新自乘號列車 另外新左營往台東305次 則是延長行駛到玉璃站 加開班次將在22號凌晨開賣 11月翔到花蓮看5月天 除了可以把握台鐵22號凌晨 加班車開賣之外 訂房動作也要快 因為東大門廣場附近住宿 已經高達89成滿 5月天2號3號兩天 都會在東大門廣場開場 實際徐溫鄰近旅宿業者 立場飯店陽台芳心 在消息一出熱搜搶購 走兩分鐘就能抵達廣場的 一起一起旅店 兩天訂房率近乎全滿 另外歐提斯旅店 假日時段則還有空房銷售 目前11月2號3號 花蓮市區的訂房率 大約落點在8成5左右 那平均房價大約3400元 搭上工業演唱會春風車 花蓮住房率明顯增加 有望提升周邊產業 不過有政府補助方案 為了防止不消業者 趁勢烘台住房價格 花蓮消保管21號開始 從玉璃開始圈倒 也將嚴格審查業者申報資料 不要讓原本出於豪衣活動 壞了民眾隊畫了影響 歡迎收看小明星台北 下方報導 民生八方式 盡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